布林肯 抵達上海 中共正派地天級官員接機 中共在軍事戰略上改員而設 張又俠在國際海軍會議上表面強硬 但是透露了自身的虛弱 為了活下去 中國餐飲業紛紛推出窮鬼套餐 。 4月24日下午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乘搭行政專機抵達上海 展開為期三日的訪華行程 中方的接機規格 故意冷待布林肯 二次中方派出的接機代表 是上海市外事辦主任孔福安 他的級別只是地天級 布林肯下機時 停機位置沒有鋪紅地毯 也沒有歡迎隊伍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 4月24日在X平台發文評論 布林肯第一站 依然去不了北京 飛機只能在上海停靠 沒有紅地毯 也沒有高官迎接 這是近年來對美國高官的接待標準 就是為了羞辱美國政客 布林肯去年6月訪問北京 接機的是中共外交部 風味大洋洲師師長楊濤 當時輿論認為 中共外交部沒有派出副外長接機 似乎有冷待之意 而今次中共又降了一級 派了一位地天級官員接機 上年布林肯訪華 直至最後45分鐘 才正式確認 習近平會晤布林肯 中共坑移營造消極冷淡的氣氛 今年4月初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抵達廣州 中共派財政部副部長 尿文雖然是副部長 但仍然與耶倫的級別不對等 分析認為 中共現在被美國壓著打 沒有任何還手之力 同時對於美中之間的高層外交 也不抱太多希望 因此中共已經不再考慮一些基本的外交禮儀 正深策劃一些小動作 羞辱布林肯 通過貶低美國來抬高自己 這反而透露出 中共對美國沒有牌可打的無奈 外界普遍認為 布林肯以此訪華行程的核心任務 其實是想對中共發出警告 壓制中共對俄羅斯的援助 從而扭轉俄烏戰局 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說 美國正在意定制裁措施 以撤斷部分中國銀行和全球金融體系的連結 希望藉此壓止中共對俄羅斯軍工生產的暗中支持 評論人士同政院表示 美國正在考慮可能要對中共的一部分銀行實施制裁 可能要撤斷它們和SWIFT系統的連接 對中共來說 模擬是一種核彈級的打擊 SWIFT系統 卻不僅僅涉及到一個跨境支付收付款的問題 它其實和在國際上有良好信用的結算貨幣 深度融合在一起 美元、歐元這兩者佔據了全世界結算貨幣 接近80%的份額 是絕對的主導地位 在短期之內 根本就沒有任何其他貨幣可以去動搖它 包括人民幣 路布就更不用說 差得太遠 眾俄說 它們自己開發了自己的結算系統 那基本上就是在這裡自如自樂 自我安慰 想說要以此來對抗歐美的金融制裁 那只不過是一種宣傳來的 在布林肯啟程訪華之前 4月22日美國國務院發布2023年各國人權報告 陳述了中共對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人 和新疆其他少數民族 還有宗教團體的種族滅主和反人類暴行 該報告也指控中共 持續剝奪香港的政治自由和自治權 由川普時期開始 美國恢復人權與中美經貿等再次掛勾的政策 中共迫害法輪功活摘器官 打壓維權律師等行徑 在近幾年的人權報告中都被記錄下來 表明中國的人權狀況 越來越受到美國的關注 唐靖遠表示 中共無法恢復經濟 布林肯這次訪華 有可能會帶來 美國對中共還要採取更多的貿易制裁措施 尤其是中共的產能過剩 美歐各國現在都可能會對中共進行反傾銷 要和中共打一場貿易戰 西太平洋海軍論壇會兩年召開一次 4月22日 這個論壇在中國北方海軍基地青島開幕 為期兩日 這是中共自隔十年再到承辦這個論壇 會上中共暗批西方和印太國家建盟 不過專家認為中共才是此作用者 研討會吸引來自澳洲、法國、印度、美國等 29個國家、海軍代表團參加 今年的主題是 命運與共的海洋 中共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在開幕式致詞 宣稱縱方反對海上圍堵 海洋不應該是各國炫耀武力推行炮艦外交的競技場 台灣國防院的蘇紫雲所長表示 中共才是此作用者 現在各國圍堵中共的態度已經很清楚 有四個三國型的安全機制 就是澳洲、英國和美國 在東北亞是美國、日本、韓國 在東南亞最新出現的是美日飛 明年還有美英日三國 因此中共感受到壓力 中共海軍司令員胡忠明上將 在研討會提出四項倉議 聲稱要對話不要對抗 要交往不要交惡 要足機不要足場 要添轉不要添亂 張又俠宣稱 中共無意和任何國家打冷戰熱戰 我們不惹事也決不怕事 胡忠明和張又俠的說詞 表面上似乎很強硬 實質透露了自身的虛弱 中共高層知道 無力和美國及其盟友進行全面對抗 因此對美國喊話 說我們不惹事 暗示中共不會開第一槍 蘇紫雲認為 中共高調舉辦這次海軍論壇 象徵了中共在戰略上改緣而設 原先實行炮艦外交 現在擺出願意傾的姿態 也說明中共的確遇到阻力 才願意坐下來談 值得關注的是 菲律賓是該論壇的成員國 但並未出席 蘇紫雲認為 菲律賓拒絕出席 應該說是一種抗議態度 近期 中共和菲律賓發生一系列海上衝突 中共海警船甚至多次用水炮 攻擊菲律賓船隻 引起菲律賓強烈反彈 近日 諸七發表聲明 關切台海和平穩定 台灣國防院的蘇石副所長表示 過去德國、法國 對於亞太地區 尤其是台海問題 莫不關心 目前也有一些行動 表示對台海地區關切 德國也要和日本合作 增加海軍、派軍艦來亞太地區 加拿大、澳洲也增派軍艦通過台海 因此中共有被圍堵的感覺 中國經濟持續惡化、消費低迷 很多餐飲店沒辦法不停業 甚至一些經營多年的餐飲品牌也落幕退場 今年第一季度 接近46萬家餐飲企業倒閉 比去年同期激增超過兩倍 為了維持生存 很多商家推出窮鬼套餐 窮鬼套餐 最早源自於西式快餐 麥當勞此前在中國推出的一加一 隨心配 十元食漢堡 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有網友總結了窮鬼的一星期菜單 週日 麥當勞派免費麥樂雞 週二去塔斯丁享受 買一送一活動 週三在達美羅體現七折優惠 週四感受狠得機的 瘋狂星期四 週五 漢堡王有半家工作餐 週末再去華萊市 下個星期從頭再輪過 快餐店紛紛推出窮鬼套餐 這股風潮現在過及整個餐飲市場 為了吸引顧客 近期現在家居在中國推出瘋狂週五活動 宣布3月15日至4月30日期間 現在餐廳大部分偷餐在週五 以半家出售 例如10粒肉丸直接降到人民幣9.99 知名中式快餐品牌南城鄉推出3元自助早餐 只要3元就可以無限暢飲 竹品糊辣湯 牛奶豆漿 果汁等7種早餐飲品 中國網絡流傳一份窮鬼套餐 食譜顯示 早上用3元自助餐吃到飽 午餐選擇狠得機 19.9元OK套餐 下午來一杯9.9咖啡醒神 晚餐去71便利店 買10元麵食套餐 吉林一間燒烤店老闆無奈地說 生意一年比一年難做 大家都搞促銷 99元上人餐周圍都是 貌似有一大堆人排隊 不過都是虛假繁明 究竟賺不賺到錢? 只有老闆自己心裏面清楚 先捏死同行 再捏死自己 上年10月 海外社交媒體 X平台流出一段影片 中國一位餐飲老闆 在一次行業大佬的聚會上表示 中國經濟會退回去10年前 餐飲行業要做最低端消費 才能維持生存 他舉例說 上年1月 廣東一個工地的飯盒 在12元至15元之間 到了5月份出現了8元的飯盒 現在已經在賣5元的飯盒 回到2006年之前的消費水平 北京一家便利店已經在賣4元的飯盒 而且生意最好 他說10年前雖然做最低端 不過我們的心頭是向上的 但是現在的心氣是向下的 現在明顯感覺經濟不景氣 必須將成本控制在最低 如果做不到 真是下一步我們都難以生存 企業就是活下來比什麼都重要 好 今天就跟大家談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還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事變幻、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 我們下期節目